在上期视频中我们提到过 630名太平军特种兵面对1万清兵 守高堂10个月的过程 在这个驻守过程中还是比较轻松的 本期视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 这批特种兵最后覆灭的地点是冯关屯 虽然只是一个小地方 但战斗异常的激烈和曲折 差一点就杀了森格林庆 森格林庆对最后投降的太平军进行了残忍的活计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关注并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第一时间关注我的最新视频 在森格林庆攻破连阵大部队之后 高堂太平军知道大部队已经覆灭了 他们无需再等待打算突围 森格林庆也希望他们突围 还故意在南门外让士兵分开远远的列队 故意做防卫疏忽的样子 要知道这些太平军都是身经百战的 并不会轻易相信这个伎俩 所以在一个夜晚他们从东门突围 杀死清兵百余人 森格林庆早已准备好了快马 随即追赶出来 这时候太平军还剩下五百人左右 也就是说十个月来 他们只损失了一百三十人 据李开芳的公司 他本人是想带领这些人 不过黄河是各自逃算 跑了四五十里路 路到一个百姓 李康芳问他 前路是什么地名 那个人说是冯官屯 李开芳又问 冯官屯有两场没有 如实说了我给你银子 那个人说冯官屯两草甚多 我就给了他一百两银子 他将我们带到了冯官屯 这是李开芳供词的内容 复小时分啊 李开芳进驻了冯官屯 冯官屯镇是一个较大的集镇 有五百多户人家 有围墙内有富豪失于家 家家都有砖瓦楼房 曾格林亲从三万清兵中只选了八千清兵 其中有三千人都是太平军的降兵 这些降兵打起来 打起曾经的老战友 可比清军勇猛多了 曾格林亲带兵尾随 也很快赶到了 包围了冯官屯 李开芳原本只想在此地暂时休息一下 到了早上八点钟左右 清军毛勇赶到 这毛勇说的就是在连阵投降了太平军 双方进行了交战 或有一些损失 曾格林亲本想趁太平军立足问问 一波挡平他们 却发现没法攻入 只好在村子周围安设大炮 向村里进行轰打 修筑战壕对太平军来说 属于轻车熟路 跟高桶一样 太平军在村子四周挖了三道壕沟 土豪上面架射枪炮防守基岩 村里有一些修防用的新砖 太平军在沟内修桥洞 上面覆着土躲在里面 可以躲避炮火 村里的一些高楼也十分坚固 适合到亮望台 只要清军前进 太平军是枪炮齐发 那既然攻不进去 曾格林亲继续使用老办法 在村外修墙进行反包围 打算长期围困 此外他们还打算挖地道 用火药轰炸太平军的债墙 曾格林亲在攻破连阵的时候 在井里抓到一个人 这个人叫刘志明 是湖南人 是太平军的土营将军 武昌 南京 都是他带队挖地道攻破的 曾格林亲命他挖地道 他就带着六个人开始开挖 一直挖到太平军的豪沟前 但忽然他带着这六个人 趁一夜跑到了太平军军营 反而向清军方面挖地道 就是这个人 最后把曾格林亲 下出一阵冷汗 这里有一点很有趣 那就是为什么曾格林亲 要用几天前刚刚抓获的太平军 来负责挖地道呢 难道曾格林亲军营中 就没有会挖地道吗 其实挖地道 你听起来非常简单 但这是一道技术含量 极高的活 里面有的地方需要木头加固 还需要隔一段时间 就得预留通风口 方向和距离都不能有偏差 需要有煤炕工人 提供技术支持 精进一带没有产煤区 缺少这方面的人才 所以说清军营地里的士兵们 并不擅长挖地道 比如我们上期视频就提到过 圣宝开挖地道没有流通风口 把民赋都闷死了 湖南有煤炕 所以乡军也比较擅长挖地道 太平军一路上很注意吸收煤炕工人 建立专门负责挖地道的土营 这个土营将军的刘自明忠心耿耿 让人非常佩服 他继续率领太平军将士挖地道 二十来天后地道挖成功 将清军炮台前的城墙轰塌 太平军由此冲出 但墙外还有壕沟 最终没能突出重围 太平军见突围不成 趁机占据炮台 曾格林庆亲自率军抵抗 才将太平军击退 但太平军潜入沟内继续抵抗 这是太平军在冯光腿最有力的一次进攻 击毙清军三十多名 击伤两百多名 包括多个将领受伤 就连曾格林庆的座机 前胸都差一点被枪给穿透 肩袍都有痕迹 让曾格林庆侥幸逃过一戒 太平军对叛徒也是非常震撼的 将一个太平军叛徒的头目 也就是在连镇投降的叛军 宁宗阳抓去割碎主了 在连镇叛逃的林凤祥的厨子 施绍衡向曾格林庆献祭说 用水淹之计 水淹首先得有水 冯光腿只有一条干涸的小水沟 平时没水 为了淹水需要把120多里外的河水引过来 造一条长120里 宽度6米 深度1、2米的水渠 最后土方工钱 加上夫益饭食等钱 一共花了5万2千多条钱 就跟连镇建70里土墙差不多的费用 清庆有个被革职的人 为了官复原职 主动提出这个钱由他一人出 5万多条钱 比当时负值的市场价 多一倍有余 他昼夜开工 不辞劳苦 曾格林庆马上奏报 让他官复原职 挖了一个来月 终于卷工了 水倒是引到了冯光腿 但清军已经造了一圈围墙 那怎么让水流进墙里呢 曾格林庆又征集两三千名副 加固围墙 再开出石洞 再用水车 把水向围墙里倒灌 日夜不息 到这里 曾格林庆耐心也快耗尽了 对部下说 这都是无用人处的馊主意 虽然免得士兵伤亡太多 但无济于事 部下说 这一招可以全歼他们的事 为了防止太平军将围墙倒毁 让水流出 清军日夜瞭望守卫 太平军此时正在做什么呢 他们正加班加点地挖地道 必须在水淹之前将地道挖成功 前面提到过了 土营将军刘自明 亲率太平军 反向清军挖地道 一共挖了二十多处地道 但水势越来越高 太平军地道里的火药都被水淹没了 又淹死了几十名挖地道的太平军 在得知这时候 曾格林庆断绝后怕 用手拍着额头说 这二十处地道 火药要是同时烘发 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 清军听到这时也都纷纷欢庆 这是太平军最后的机会 曾格林庆确实没有想到这一手 只可惜水淹这一招 无意中顽刻地道这一招 只能说时运不济 如果没有水淹 等太平军火药成功轰炸 后果还未可知呢 太平军挖地道之所以失败 我想可能是 当时清军动用了 两三千民工向里面灌水 效率太高了 估计两三天的时间就把里面淹没了 这个速度是太平军没有想到的 有太平军游泳出来投降 说冯光团里面的情形是 遍地都是水 只有两三丈干地 是李开芳之床的地方 其余人都在泥岛中 太平军只剩两团的粮食 但没有地方倒粮出去没法吃 里面也没有水喝 清军飞里面有水 怎么会没有水喝呢 投降的人说水都是臭的 有很多区人马分都在水中 太阳一争晒 臭不可闻 喝了就会死 犬贼光脚在水中 水都没过膝盖了 腿上粘的都是区啊 万无生路啊 剩下太平军只有两条路 要么投降 要么死 曾格林倩为了零池里开放 加强了流降活动 派人不断喊话 弄来船只 于监运投降者 又用剑绑着手遇 射入村内 献你们三天 投降免死 第二天有220人投降 曾格林倩让他们在清军的围墙内驻扎 反攻太平军 将功赎罪 想象一下这个强警 清军建造围墙 墙内都是水 太平军和叛徒都在围墙内 清军在围墙外远观 有点像杨谷的意思 前面我们提到过 太平军一旦抓住叛徒 直接割碎了水主 想象一下这些降兵的心理阴影 曾格林倩对李开放 又行的目的只有一个 不能让他逃掉 必须凌迟 李开放有些动摇了 不顾军师劝阻 跟清军进行了谈判 谈了后 李开放命一批人投降 希望里应外合做最后的努力 这一批有130多人投降出来 曾格林倩让人戏两条苏声 一条手抓一条脚踩 过来投降 每个降兵派五个人看押 刚出来 突然太平军军营内开炮 含沙声刺起 曾格林倩知道这是诈降 于是将这些全部斩了 即使这样严密的黄发 能有英勇的太平军将士 夺刀反杀十几个清兵 夺马而逃 最后却因为夜马之规徒 不幸 走了又回来 被反杀了 十分可惜 冯华屯最后的100人 跟随李开放坐场出来投降 这一次曾格林倩派出最严密的方法 几万清军张开双臂 为了是李诗层 外师层插尺南非 李开放等八人一起押送入京 全部凌迟 此时经清方调查 连阵高档冯官团三个地方 一共阵亡清兵八千多人 曾格林倩设立公案 将这100多强兵 加上那两个小童捆绑起来 挖心活祭 祭奠死去的官兵 曾格林倩读完计划 然后向天大哭 各官兵无不落泪 皇帝的赏赐很快就来了 曾格林倩的哥哥弟弟和儿子 都有封赏 其余出力的文武各员 也都查明后保咒 听到这个消息 各营都欢声雷动 前面提到的那个 又返回太平军的 土鹰将领刘自民 也被林倩出死 别人抢着投降还来不及 他反倒跑回太平军去了 实在是令人感叹 按照上述记载来看 在冯官团的太平军 只有最初投降的220人民死 难道这是真的吗 其实按照当地传说 冯官团西北三里多地方 有一片洼地 这就是当地人常说的万人坑 曾格林倩也给长矛剃头 让其还乡为名 用小船是一船一船 从冯官团村里是宰出 一船只能宰三人渡过星河 把太平军战士 送到预先挖好的万人坑杀掉 如果按照这个传说 那最先投降的220人 也许并没有被免死 具体他们的命运如何 我们今天也不得而知了 冯官团是北伐太平军最后落幕的地方 曾格林倩率领8000兵 对500太平军竟然不敢冲杀 而是劳民伤财 花了5万多条钱 从120里外引水入团 即使这500人全部回到太平军中 也不能改变什么 而曾格林倩却不计成本 去做一个意义不大的事 不管怎么说 冯官团就是清军一个很丑陋的战役 在活祭的时候 曾格林倩读完记文向天大哭 好像他是一个受害者 而实际上很明显 他是一个失害者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失害者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 欢迎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